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人物 今天的华尔街人物为大家介绍的是Isset 创始人罗布卡林 慢生意好心情 Isset成为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手工制品电子商务网站 今年5月完成了由Index Ventures主导的4000万美元的埃佛伦融资 估值达到6.88亿美元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访谈 Isset在2005年6月18日上线 当时eBay平均每日的交易额为1亿美元 eBay是一个超级跳蚤市场 而Amazon是一个百货商店 但没有任何一个网上交易市场是为手工艺人和艺术家们专门打造的 创始人罗布卡林说起他创建Isset的最初动机 Isset诞生于机缘巧合 罗布卡林本来就是个手工爱好者 汉姆德全身上下包括内裤都是自己做 2005年住在纽约布克林区的卡林发现自己无法按时交房租 于是找房主请求通融 房主是曼哈顿餐厅的老板 卡林在房主办公室看到了一份设计制作餐厅官网的策划书 听说预算成本相当于房租的两倍后 卡林自动请应 说自己可以用一半的价格承担制作官网的费用 刚好抵消自己的房租 得到房主同意后 卡林后脚就去书店买了一本网站设计操作指南自学起来 又在纽约大学的校内网发帖求助怎么制作动画火焰 很快 卡林完成了餐厅网站的设计任务 顺带成立了一家网页设计公司 合作者就是纽约大学给他帮了忙的两名软件工程师 卡林公司接到的第二单也是最后一单业务 是改造一个手工艺人的网络论坛 卡林得到了启发 觉得可以搭建一个网络平台 让像他一样的手工爱好者售卖自己作品 他的室友马特斯丁奇库姆也放弃了乐队生涯 投身卡林的新事业中 变成了IC的市场总监 卡林的祖父是一个共职于IBM和CGE的精明商人 当他得知卡林的想法后 他直接跳过了所谓的商业计划阶段 Gay Flickr的创始人发送了一封崇拜信 并请教网络创业的经验 结果得到了61.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公司成立后不久 ISIT又获得3000万美元的投资 其中就包括同时持有Facebook Walmart 戴尔等公司股份的吉姆布雷 2008年初 ISIT获得2700万美元的第三轮融资 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也开始盈利 其2008年的交易额为1亿美元 最畅销的品类是首饰 根据福布斯数据 ISIT 86%卖家都是女性 对其中很多人来说 ISIT不仅提供了一个发挥所长的平台 也使他们得以弹性安排工作时间 挣钱育儿两不务 对有点闲暇时间的新手妈妈来说很有吸引力 对没有全职工作福利没有保证的工薪阶层来说 也是个福音 很多中低收入阶层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 对大企业大政府的文化开始质疑 失望和厌倦时 ISIT提供的东西看似更接近他们的理想 所以作为交易平台 ISIT仍在茁壮成长 尽管Amazon公司推出了首作网平台 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ISIT仍有160万活跃卖家 2400万活跃买家 在售产品超过3500万件 2015年它售出了总值23.9亿美元的手工制品 团队有更远大的梦想 我们给ISIT设计的蓝图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完全以人为本的经济体 最终我们希望它不再是一种非主流的替代经济模式 我们要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模式 卡林曾在公司成立两年后 在ISIT博客上公布ISIT的各个工作部门 以及两年来加入ISIT的成员 Uni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弗莱德·威尔森 认为此举是ISIT在开放性和透明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而查德·蒂克森最近也在ISIT的博客中 对卖家对于ISIT标准的执行提出质疑作出了回应 公开了ISIT对卖家和商品的审核流程 作为ISIT的用户 你可以加入任何一个你感兴趣的小组 分享你的观点 或者在虚拟课堂中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你所看到的 就可以抛出一个飞吻 如果你不喜欢 那可以扔出来一个纸飞机 过客可以创建一个Alchemy的帖子 描述你想要的东西以及你的出价 卖家可以同时竞标 告诉你他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做出来 一位新妈妈就曾希望 有人能够为她玩冲浪的丈夫 制作一个尿袋 因为她使用粉红色的 而被伙伴们取笑 ISIT对每一件陈列的商品 收取20美分的上价费 卖家可对一件商品附上5张图片 期限为4个月 每成功交易一次 ISIT将获得3.5%的佣金 如果卖家想要在重要位置推销产品 需额外支付7美元 购买展示位 但ISIT绝不允许第三方广告出现 一直在eBay上经营网店的 28岁波士顿女孩 去年把店铺转移到了ISIT上 原因是她让我逃离了那种 歌之作响的技术 和非人性化的感觉 24岁的Emily Martin 是美国乔治亚州的艺术家 她在ISIT上销售画作 ISIT真正吸引我的地方 是她把艺术变成了一家 更加民主化的事情 并且带有情感 这都是ISIT社区的功劳 她既带来了优秀的手工艺者 又在手工这个细分市场中 建立了独特优势 同时手工艺者和买家的口口相传 使得公司不需要花费任何营销费用 就能吸引更多的手工艺者和买家 ISIT去年秋季对自己的客户群进行了一次调查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你是如何知道ISIT的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口碑 一个玻璃饰品设计师 甚至自发建立了一个 We Love IC的社交网站 吸引近3000名会员 在上面建立个人主页 他们都是ISIT的粉丝 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需要花钱做营销 这些人在通过各种途径谈论ISIT 卡林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 如此说 这些口碑最终都会转化为交易额 流量增长速度等数据 ISIT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 而且至今曾三次更换CEO 但ISIT的经营看起来并未受到影响 这与ISIT的民主化的管理风格和开放性的公司文化 不无关联 曾经在Ebay工作的一名员工 在担任了ISIT工程部副总裁职位三个月后离开了 原因是不适应卡林过于民主化的管理风格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你和公司一同成长的时候 你会看到公司文化的变化 卡林说 查德·蒂克森接任CEO之后 已经对ISIT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 比如推出分类搜索功能 开拓国际业务 发布苹果APP应用 为商户提供直接结算服务等 ISIT的愿景是能够长久下去 并且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能够意味着something 这个愿景正在被实现 未来最大的挑战 或许就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下去 但愿ISIT开放性的公司文化能够保持不变 ISIT对于扩大市场份额似乎不怎么上心 它甚至在有意识的控制速度 六年的时间里 它只专注在两件事上 确保卖家的所有产品都是手工制作 用心经营ISIT的社区 这一点更被看作是ISIT成功的关键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